122. 重獻神報 遷行責任立潮投傾情服務速發展 2015年7月14日重獻新聞09太感謝了 由全銀行重獻分行不僅在融資服務上主動支持我們 還對我們的生產經營、產品銷售等各個方面 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幫助企業提高產能、降低成本 解決了我們經營發展上的大難題 這事不者日前在兩江新區實地採訪時 聽到一家食品加工企業老總的一番原話 普知城鄉 位置於民 面對經濟新常態 在經濟增速換黨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 中國由政儲中銀行作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 堅持淺行發展普惠金融的社會責任 尤其是重獻分行 充分發揮覆蓋城鄉的網絡渠道優勢 主動融入重獻地方經濟 在座推五大功能區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加大信貸投方保障五大功能區建設位於 重獻版圖最不端的城口 一直都視名副其實的編成 多小年未去月出來 由於飽受大巴山物的重重左隔 城口交通基礎設施嚴重落後 從2009年動工修建 到2013年8月正式通車 歷時三年 城萬快速通路進攻 為重獻開闢了一條向西的快速通道 其內唱外聯的権扭功能 為城口的發展開闢了新的篇章 更為重獻四小時暢通工程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為重獻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下了新的里程碑 據了解 城萬快速路的建成通車 指示由全銀行重獻分行支持 重獻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的縮影 近年來 該分行以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突破口 先後受信100億元支持重獻交通建設 已落實項目20個 共放款60億元 獲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相豐收 同樣 重獻五大功能區建設離不開金融支持 去年以來 由全銀行重獻分行根據五大功能區 都市功能核心區 都市功能拓展區 城市發展新區 如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 如東南生態保護發展區 區域定位 積極支持產業轉移 人口流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中的大項目 民生項目 大力扶持實體經濟 三農和縣域經濟 小微企業 造力城鄉一體化發展 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上 由全銀行重獻分行建立了全市的重點客戶 重點項目數據庫 涉及十大行業 二百零四個重點客戶 五十一個重點項目 並根據區域的不同定位 實施差異化管理 比如 在都市功能核心區建設中 由全銀行重獻分行重點加大對與居民衣食住 相關的行業及服務業的資金支持 在都市功能拓展區 該行重點加大對專業市場 都市現代農業支持 在城市發展新區 該行重點支持農業現代化 圍繞於東北生態咸養區 該行重點支持其經濟產業特色 如金骨、辣椒、中藥材、蠶桑、煙草等 特色農業產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 在於東南生態保護發展區 該行結合地區資源優勢和區域特色 加大對民族生態旅遊、農副綠特產品加工 現代山地生態農業等的信貸支持 助推實體經濟服務地方經濟大發展 五大功能區域的發展 與實體經濟的騰飛一脈相成 由全銀行重獻分行立足全市發展實際 堅持服務重心向實體經濟領域轉型 以行業信貸政策為導向 從先進製造業 現代服務業 文化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市場入手 高度關注實體經濟的信貸融資需求 突出重點項目 主動跟進 加大信貸投放服務力度 贏得了全市實體經濟發展客戶信賴的熱烈掌聲 對實體經濟具有大動作用的重點行業和企業 由全銀行重獻分行一馬當先 不斷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去年 該行與蔣安汽車 國網電力 電信公司 華能集團 中電投集團 重獻機場 重獻能投 城投 機電 港務等開展合作 完成受信近60億元 再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上 由全銀行重獻分行 認真貫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 堅持穩中求進 改革創新的信貸政策 以公司信貸 供應鏈金融 貿易融資等金融產品為握手 充分發揮 由正三大板塊三流合一的獨特優勢 積極引導有限的信貸規模向裝備製造業 節能環保產業 信息科技產業 生物醫藥 貿易 流通 服務業等領域重點傾斜 積極支持我市產業轉型升級 該行成功對重獻俠村電廠上大壓小弟 第二台機組收信4億元項目貸款 2014年 由儲銀行重獻分行 累計發放公司累貸款超61億元 票據貼現近50億元 此外 該行環對永川農機銷售行業 潮天文專業市場 沙平白紡織加工行業等 將調整了相關信貸產品要素 提高了單筆貸款額度 適當延長了貸款期限 還款方式更加靈活 更好地契合了客戶的融資需求 《履行社會責任淺行發展普惠金融》 除了十八大報告中 明確提出發展普惠金融 鼓勵金融創新 表明普惠金融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 中國由政處中銀行成立以此 就依托網絡覆蓋面廣的比較優勢 確立了服務三農 服務中小企業 服務社區的戰略定位 探索出了一條普惠金融的商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而且作為全國網點規模最大 覆蓋面最廣 服務客戶數量最多的商業銀行 中國由政處中銀行擁有營業網點近四萬個 服務觸角片及廣謬城鄉 服務客戶超過4.7億人 真正履行了延伸城鄉金融服務最後一公里的承諾 在重獻 由全銀行重獻分行通過增設網點 安裝機具和開展定時定點服務等方式 著力改善農村居民基礎金融服務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增網點分布在遠城及農村地區 填補了46個鄉鎮 行政村的金融服務空白為及二十七萬多文斥施 不僅如此 該行環與市工商聯合作 受信三百億元支持全市民營及中小企業發展 與團市委合作扶持青年創業就業工作 提供資金近一百億元 幫扶青年七萬餘人 於是財政局、市社保局合作在全行首家推出在就業小額擔保貸款 方款近五十二億元 潮平兩岸闊 封正一帆圓 面對經濟發展新上態 由全銀行重獻分行立足全市經濟發展實際 積極淺行社會責任 持續加大信貸投放力度 竭力為重獻地方經濟建設聚力添彩 並著力提升服務水平 努力譜寫金融服務工作的斬新篇章 文會周進留學